吃太咸会喜盛 吃甜后果才严重 台湾对拉面吃狂的人超级多 甚至网路上还出现拉面地图 就是要满足掏客的新鲜感 甚至有人扬言要制霸拉面地图 吃遍大些小巷所有店家 而且许多人气店面不分白昼 总是大排长龙 有些专业吃货一周七天 可以吃七次拉面 不免令人担心拉面汤头这么咸 这样吃难道不会喜盛吗 台湾确仲理医师表示 吃太咸会喜盛吗 其实吃甜的更容易步入喜盛的后果 吃甜比吃咸更易喜盛 原因在这里 确仲理举例 你终于排到一位难求的拉面名店 在自助点餐机前 满心期待选着汤头 面条 浓度肯定要选日本浓度才到底啊 你心想 然后脑中逐渐浮出 吃太咸会喜盛的声音 好像每个大人都这样讲过 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 吃甜的更容易喜盛 台湾人喜盛有三大原因 确仲理表示 第一名是糖尿病 第二名是高血压 第三名是肾脏发炎 根据统计 接近一半 46%的新喜盛患者 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佳 导致肾功能衰退 最终喜盛 确仲理强调 吃太咸虽然会导致高血压影响肾功能 但偶尔吃日本味拉面 就喜盛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台湾肾行律世界第一 成喜盛大国 台湾目前有多少人在喜盛呢 确仲理揭露一连串 残酷事实 一、台湾目前近10万人在喜盛 逐年上升中 二、台湾每百万人有超过3400人在喜盛 盛行率世界第一 三、台湾年年亏损的健保 花最多钱的项目就是喜盛 比癌症还多 四、台湾喜盛患者的10年存活率为35% 也就是超过6成的人都活不过10年 确仲理表示 肾脏简单来说就是人体进水器 若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功能恶化甚至报销 就必须要肾脏取代疗法 Reno Replacement Therapy 才能排出毒素 方式有血液透析 俗称洗肾 附膜透析 患肾 它们的差别可以Google一下 当心以下状况 莫不入后尘 让肾脏受损的原因包括 一、肾脏病 急性慢性发炎 感染 尿路阻塞 膀胱输尿管逆流 二、慢性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三、不良生活形态 抽烟 喝酒 肥胖 四、不当用药 过度使用止痛消炎药 来路不明的中药 五、家族史 遗传性肾病 等等 总之 与其威胁拉面爱好者不要吃太咸 不然会洗肾 却壮理建议 不如把手摇杯 下午茶 蛋糕通通戒掉吧 健康生活编辑部 不如把手摇杯 最后摇杯